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化学系的一位小伙子今天在食堂门口 遇到了自己暗恋已久的女神 女神笑着给她递一张纸条 就进食堂了 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了四个字 叫盖养乌养 小伙子以为这姑娘是个逗着玩的 瞎写的吧 直接就扔掉了 也没注意 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起这件事 再越想越不对劲 现在肠头都毁清了 打开化学的元素表一查 是这一点 后来呢 两个人就真的还是真好上了 在公园的长椅上 在一个风和日历的下午 一起就说着情话 女孩呢 就羞涩地问男孩 我们要是结婚了 生了孩子 你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 又男孩 亲了一下女孩的脸颊温柔地说 只要是我的 我都喜欢 哎呦 女孩扑哧就笑出声来了 垂着男孩的胸口说 你好坏 你好坏呀 你要求太高 人家做不到 都说有情人终成眷属 二人结婚的当天主持人就问新郎 帅气的新郎 你愿意为了美丽的新娘付出一切 无论今后是富贵贫穷健康疾病 顺境逆境 你愿意吗 新郎说 我愿意 然后又问美丽的新娘 你愿意为了新郎与他同甘共苦 生死相依吗 新娘说 我愿意 又太感人了 感动了新郎 新娘的父亲就气不成声 这个父亲是给党委书记 就把新婚的誓言 引入到了入党誓言里了 哎呦 太巧了 正好赶上那天一位同志 叫卢伟的要入党 就开始问了 卢伟同志 一个人说假话很容易 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 不说一句真话 你愿意为了党的事业 公器私用 拉帮结派 阴奉扬为 肆意妄为 野心膨胀 理想缺失 对党不忠 四个意识 各个皆无 六大纪律 向下违反吗 我愿意 你愿意 以党的大局出发 毫无廉耻 以权谋私 以权谋色 贪腐治国 愚民治民 六亲不认 去榨干民众的煤一滴鲜血吗 我愿意 本段消息 之前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纪委 对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原主任 卢伟严重违纪问题 立案审查 经查 卢伟严重违反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阳奉因为 欺骗中央 目无规矩 肆意妄为 妄议中央 干扰中央群势 野心膨胀 公器私用 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 品行恶劣 匿名诬告达人 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群众纪律 频繁出入私人会所 大搞特权 作风粗暴 砖横跋扈 违反组织纪律 组织谈话寒寻时 不如实说明问题 违反连结纪律 以权谋私 收钱敛财 违反工作纪律 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 搞选择性执行 以权谋色 毫无廉耻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卢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 理想信念缺失 毫无党性原则 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 四个意识 各个皆无 六大纪律 相向违反 是典型的两面人 是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 不支持 问题严重集中 群众反应强烈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 相互交织的典型 性质十分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卢伪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及所设款物 移送有关国家机关 依法处理 哎呀 大家都知道哈 最近这个流行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不忘初心 是吧 我想这个卢伟同志呢 就是一直没有忘记 自己入党誓言时的初心 好 现在来自加拿大的有一个新闻 来自加拿大萨省的叫曼尔福特的 一个38岁的女子爱丽莎 在中国成都做外教 2018年的1月中旬 她患病被送进医院 随后进入了ICU抢救 无效死亡 其后家人就想领回爱丽莎的遗体 但医院就说你必须要付清医疗费 125万人民币 约25万加币 但是呢 爱丽莎的家人呢 一下子根本拿不出这样一笔钱 就在这个GoFundMe上 设立了网页筹款 到目前为止呢 共收到366人捐款 5万3千加元 但是呢 家人仍然凑不起这20万加元 没办法呢 只能求助银行债款 和私人的捐助 好不容易凑齐了这125万人民币的 治疗费以后呢 将爱丽莎的遗体 运回去以后活化 将其骨灰呢 带回了加拿大 听完这个故事以后 我心情非常的沉重啊 我想很多朋友会说 这个故事有什么可讲的呢 有什么意义呢 医院正常收费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无可厚非 是啊 这事儿呢 好像是这么个事 但是呢 假如我要某天 克死加拿大 再让我的家人从中国 拿着125万人民币 来把我骨灰领走 我总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妥 你们觉得呢 再说了 这是一个加拿大人 是一个 不得不让我们想起 我们帮助过我们中国的 一位抗日时期的一个老朋友 叫白秋恩 白秋恩呢 全名叫诺尔曼白秋恩 1890年呢 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1938年呢 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 1939年呢 因给战友做手术 感染实施 死于我们河北唐县 在唐县呢 还有一个白秋恩纪念馆 我还去过 他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 为中国抗日的革命事业 欧心力学 毛泽东称其为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然了 有很多朋友呢 也说白秋恩呢 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就认为呢 君无足赤 人无完人啊 你不管人家年轻时做过什么 最后呢 人家为中国的抗日事业 做出了贡献 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就是我们民族的恩人 也包括当时的美国 和当时的所有盟国 对中国都伸出了很多援助之手 可以说白秋恩和艾丽莎呢 一个是帮助中国人民 反对外来侵略者 一个是帮助中国人民 学习英语融入世界 他们把他们自己 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中国 为什么死了以后 他们的待遇会相差这么大呢 一个死于我们一穷二白时期 一个死于我们经济规模 世界第二时 穷的时候呢 也没有说要什么钱 反而现在富有了 成为世界第二了 一张口就是一百二十五万 假如白秋恩先生 要是知道今天 他用生命换回来的政权 是今天的模样 他还会这么做吗 假如他要是知道 八十年以后 他的同胞 步入他的后尘 来到中国因病而死亡 会被收取一百多万的 医疗费用时 他还会这么做吗 我想他是不是肠子 都已经毁清了啊 这个事出来以后呢 很多网友呢就把这次事件的指向了医院高额的医疗费用上来 网友就把医院和强盗做了一个比较 强盗呢 通常只是在晚上作案 医院呢 却前天后的抢钱 强盗风里来雨里去 四处的流窜 医院呢 冬天软 夏天凉 环境优雅 钱交给的强盗 是为了活命 为了活命 而要把钱交给医院 强盗只能抢光你身上的财富 而医院 却能抢光你一生的积蓄 强盗呢 只会逼你掏钱 医院呢 却能逼你借债 你碰上强盗作案呢 可以破财消灾 你碰上医院抢钱呢 却要倾家倒产 强盗作案时呢 胆战心惊 小心翼翼 而医院抢钱时 却是理直气壮 无所顾及 你被强盗抢了呢 可以报警 而医院抢你 你要不给 他可以报警 强盗作案时呢 把自己打扮成魔鬼 而医院抢钱时 把自己伪装成天使 强盗抢光你的钱 他就扬尘而去 而医院抢光你的钱 你必须马上走人 强盗抢钱抢多了 叫数额巨大 得枪毙 而医院抢钱抢多了 叫贡献突出 为国争光 要受表彰 你把强盗杀了 那叫正当防卫 为民除害 而你在医院里 要是把医生杀了 那叫违法犯罪 杀人偿命 医院一辈子 也许不会被强盗所抢 但是强盗一生当中 一定会被医院所抢 医院上辈子肯定是强盗 强盗下辈子 一定想当医生 前几天呢 韩国的冬奥会上 加拿大的选手呢 上临讲台时呢 一起做了一个 非常优美的动作 这个动作传遍网络 这几个小伙子呢 我为他们的行为点赞 他们用自己的幽默 暗示了这些冬奥会 是多么的不公平 暗示了颁奖台上面 有一层恶心的 见不得阳光的灰尘 也从侧面反映出 韩国这个国家 是多么的小气 心胸狭窄 毫无大国之风 大家都记得古代吧 动不动呢 就有人会出家为僧 可以说那时呢 寺院呢 还是救世寄人之地 任何人走投无路 都可以去那里 粗茶淡饭 修心养性 保全性命 可是现在呢 某青年就去了寺庙 向大师哭诉 大师啊 我高考失利 考不上大学 父母责骂我 女朋友抛我而去了 请你们收下我 让我归佛门吧 大师啊 二话没说 就拿出来一个文凭 施主 我们这里只招收 本科以上学历 在中国呢 如果你要想能接到 一个像样的工程呢 就必须有一个 像样的公司名字啊 有几位小哥呢 一起合着开了一家公司啊 为了彰显公司的牛叉啊 特地取名为叫 能力公司 哎呀 这个名字非常的响亮啊 能力公司 听着多霸气 到哪去 一投标 一看能力公司 是不是 多硬气啊 谁知道从工商局 拿来执照 一看我哥几个一下 吓傻了 我执照上大大帮忙的 写了几个字 能力有限公司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